統一7-11師的退役球星 高之剛和曹俊陽 現身終止三十週年特展現場 談到兩人的當年勇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 高之剛在2003年牙緊賽 對韓國打出的再見安打 只是沒想到 當年的重要時刻 我們的千秋王子 卻知道比賽後 才知道意義重大 比賽我就是想要贏球而已 所以不管怎麼樣 不會去想太多 這場比賽之後的意義是什麼 打出去當下的開心 當下的高興 不是像現在 就是大家所感受到的那樣子 只是很簡單的 我贏球了 我贏球了 然後我們贏韓國隊這樣子而已 是到事後回來台灣之後才發現 原來這場球賽對台灣這麼重要 而曹大帥當過職棒球員跟教練 他認為以教練身分 在2010年跟兄弟相一起拿到總冠軍 讓他印象最深刻 2010年的冠軍是因為我自己也當投手教練 而且是一個菜鳥的投手教練 當教練的時候 你想的事情太多了 你要怎麼安排球員 而且我們那時候的陣容確實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你要想的是考慮的是太多太多了 所以那一年兄弟相又拿下總冠軍後 我又覺得這是有我人生的另外一個旅程又開始了 所以當教練的冠軍的喜悅 確實來得比當球員拿冠軍的喜悅還來得多一些 至於高志剛談到統一三連霸實習的經驗 也認為教練對整支球隊的心理狀態影響很大 冠軍賽我們都打到第七戰 對 第七戰 都是到第七戰一翻兩對眼的比賽 那時候李嘉然幫了一個很大的忙 那時候是說 算是老天爺給了考驗啦 如果拿到就是很開心的事 但是如果沒有拿到 我覺得他覺得也是命啦 我覺得讓選手在心裡的負擔上面 瞬間有一種比較釋懷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好的教練一句話 真的對選手來說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看來高志剛雖然才剛接任二軍總教練 就已經開始揣摩好教練範本啦 期待兩位總教練能夠在學生與職業球隊中 培養出下一位中華職棒的未來之心 YT新聞台北 採訪報導